詞曲 李宗盛 我是什麼山頂洞人嗎 我在想要變得悲慘 哈嘍 大家早安 我是晨晨 今天是網課第六個禮拜 也是這月期的最後一個禮拜 也就是期末考週 我現在呢 變成說只剩三個考試 然後其他都是那種作業或是報告這樣 然後呢 今天要考一顆西班牙文 要開鏡頭 我第一次開鏡頭考試 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覺得有點被侵犯 我好緊張 我覺得很恐怖欸 然後其他兩顆老師就直接說可以open book 所以也不用開鏡頭 幸好 但是那兩顆禮拜四禮拜五才要考 對 那今天晚上才要考西文 所以我現在先來複習一下 所以我現在先來複習一下 今天都要混響 我在歐洲玩之類的 我的天啊 就是在線上 請我好像沒什麼感覺耶 就是 嗯 就是一直呈現一個 快要放暑假了 但其實暑假也不一定有的概念 不知道在幹嘛 希望暑假可以出去玩 拜託了 拜託了 可以去外線試玩就好了 唉 出國的話 我還是等我明年去召喚就好了吧 這個麥克雞塊 那個BTS沒有的那個醬券賣完欸 我現在在測試一下我的腳架 這個 就是要照到那個 我的電腦跟我的人 在考試 老師真的很怕我們作弊 我覺得好恐怖喔 被監視 而且 好好好 這是第一次開鏡頭 有點恐怖喔 不過好像因為我們班有七十幾個人 所以 好像 也沒辦法 就是大家不會看到大鏡頭吧 我也不知道 那今天下午呢就是要運動 然後複習習文 晚上要考 然後去Costco保護 然後去Costco保護 就是在流常中 我還就是一定要塗一個口紅 不然我真的是 是什麼 山頂動人嗎 我在家變得很悲慘 我考完試了 剛剛簡直就是一個大悲劇 我覺得 真的是 線上考試很煩 就是 老師就叫我們要開麥 然後又要開鏡頭 然後 因為他怕了大家作弊嘛 然後 就很多雜音 在那邊 然後我又把聲音調到最大聲 因為 我怕我聽不到老師說什麼 就是他是那種 考到一半還會講話的那種老師 所以我也不能靜音那個 會議 那邊超早的 各種雜音 不過幸好還能專注 耶 那個老師真的蠻好的 好 那 我媽在煮飯 等一下要吃飯 快餓死了 我剛剛手機還差點沒練耶 他就是我們班大概六幾個人 然後他就一一看那個你的螢幕怎樣怎樣怎樣 超嚴格 下爆 那我就只剩兩顆 我開心喔 然後禮拜四禮拜五 才要烤 各烤一顆 喔不過我還有兩個報告還沒做 都是期末考週才要交 有一個居然七月一號才要交 是 有點折磨我們耶 好恐怖喔 就是我們已經拖到後面了 才開始做 天啊 暑假直接延後耶 雖然 好像本來就是都應該待在家裡 Anses like a song I've never heard And I know your actions be thought a little worse But I'm a little shy And I'm asking myself why I'm so scared And I can't find my way 為什麼都會黏在上面啊 大早安 今天是 比特兒然後今天跟明天都沒課 我最近因為只剩兩課題目考 然後就只剩想要拍影片剛好 我英文繪畫課有個期末要拍 就是影音履歷的影片 所以我剛剛拍完了我現在要來剪輯 這還蠻喜歡做影片的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拍Vlog 可能沒人要看 OMG但我自己很愛拍欸 好啦 然後我要來剪啦我要來剪 我錄完了然後剪完了我剛剛完全剪完 我剛剛上傳到Youtube 老師還這樣上傳到Youtube 不過可以試得不公開 就是你們看不到喔 讚 有過丟臉 全班都看得到欸 就是他叫我們貼那個連結在全班都看得到的地方 尷尬死了 我真的不敢再去看了 不敢看第二遍OK 好 那我今天跟明天 最主要是要讀禮拜五要考的個體精進學 那好像沒什麼好錄的欸 那我想一下喔 明天見好了 我們明天見 禮拜三 拜 喔對我昨天晚上還說什麼 我昨天下午說我要運動 結果 欸我完全沒運動欸 我期末考舟服運動 明天見 讀書啦讀書啦 哈囉大家早安 昨天真的是 蠻悲劇的 就是大概換了一整天都在看書 但是 啊 在家就是效率不好 我 而且現在期末考 就是效率更差 就是已經快受不了了 而且昨天天氣又很差 整個心情就是 OK 好 所以我現在要繼續讀昨天讀的 個體精進學 然後呢 等一下十點要上 西班牙文 線上課 就是補習班 然後我換成 原本是都在禮拜天早上上啦 只是我換成 今天開始 就是要上 暑假的密集班 就是平日一到五都會上課 先上個三期 大概三個禮拜了吧 YES 然後 現在快點來讀個經 剛剛吃了 Costco的芒果奶了 等一下應該還會再吃東西吧 好 我要來讀書了 明天要考個經 喔不對 後天才要考 明天是考統計 只剩考這兩科 然後其他的就是 作業 報告 拍照 我接下來要打底 你來看他 我來看小鈴鐺 天啊 我家會在覆盆 有很多人都在蓋房子 然後現在狂吃工超大聲 一直兜兜兜兜兜兜 就像在樓上一樣你知道嗎 超爆大聲 我不知道為什麼 蓋房子原來這麼大聲 然後我整個就是要根本讀不下去了 我要來試試看聽音樂 我平常都不聽音樂 因為音樂會讓我分心耶 有時候 大部分的時候 好煩 好了我要準備來上西文了 要上三個小時 就是 新的老師 然後聽說他的課要開鏡頭 我還沒有開鏡頭上過任何一堂課 真的太恐怖了 希望可以不用開 不然有點不自在 好 要上 掰掰 我會不會餓死啦 因為要上上一點 我中間會不會餓死 好悲慘 我現在大概十一點半在中場休息中 幸好不一定要開鏡頭 可是大概一半的學生都有自主開鏡頭 而且我這一班超年輕的耶 因為我上一班幾乎都是大學生或者是 只有一兩個出社會的 然後這一班就是幾乎都是大學生或是更小耶 大部分都比我小 OMG 沒關係 然後我還適應當中 因為這個老師跟上一個老師的教法差蠻多的耶 今天中午比較吃肉粽 跟那個 我們Costco很愛的鼎泰豐芝麻包 超好吃 我已經買第二次了 為什麼我要下課才能吃一點 一點 好 好好好 我在上課然後他在旁邊睡得很爽 你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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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超爽 BB 好 然後剛剛吃完午餐在看那個疫情的記者會 那個要第三集要延到7月12了 那以為6月29就可以看棒球 現在已經不知道能不能看 然後呢 我幹嘛 喔對 我剛剛吃完西文 所以整個覺得動力來了 我一定要好好在讀個體經濟學 活過來了 因為 可能就是在家一直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 現在終於有一點比較特別的事 就上西文課 然後 我現在有重新活過來的感覺 不然我快悶死了 好 加油 今天晚上 今天下午今天晚上 再繼續讀個經 個體經濟學 希望有時間可以複習一下明天要考的統計學 掰掰 掰掰 大家走了 現在才6點 然後 我現在要報復獎 因為我等一下10點 要上西文課 然後一直想要1點 然後3點就要考 統計學 所以我現在要一堵統計學 然後 今天中午要吃泡麵 因為太晚了 我需要快點吃東西 我快餓死了 然後 等一下我要快點複習 統計學 因為3點到6點要考 考超熟耶 而且我們之前 就是小考的時候 老師說 只要填答案就好 然後這一次是要把過程全部寫下來 然後再拍給大家看 希望我寫得完 因為我上次有點寫不完 OMG 然後 掰掰 剛剛 喔對 剛剛 就是看到說 我們 要延後開學一個禮拜 好像是因為只是靠 就是延後放榜 我覺得不太好 雖然 疫情這樣 但是 因為延後開學一個禮拜 就代表 我要延後一週才能去美國 因為我下學期就要去 好 好 大家我剛剛洗好澡了 然後 現在就是準備要考試跟打仗一樣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 要用這個 看題目跟 填答案 然後呢 還要寫計算過程 要教 然後計算機 然後這個 也會用到計算機 反正因為可以開書考 所以 也可以上網查 然後 這個是我的筆記 然後這邊是 課本 統計學要查表 跟打仗一樣 加油 我 終於考完三小時的統計了 就是 老師說要收寫嘛 然後還要上傳 然後還要去填那個選擇題 然後我就 老師就建議我們先手寫完之後 再選那個選擇題 然後我就手寫完之後 已經花超多時間之後 然後再上去填答案 然後結果我就發現 欸選那個選項怎麼都沒有我的答案 然後整個超崩潰 然後我手寫還要改來改去 然後又怕哪一個 不知道哪一個正確答案 然後又改來改去 然後就快瘋掉啊 反正呢 我統計呢 完蛋了 蠻爛的 Oh my god 而且統計還有一個報告要交 然後到7月1號 超久 我想要快點做完 但我現在又不想做完 因為我現在已經被統計摧殘了 好煩喔 我現在要來做那個 英文繪畫還有一個線上的作業 然後等一下吃晚餐 然後晚上 嗯 我不知道 會不會複習明天要考的欸 因為我已經讀完了 因為我已經讀完了 哈囉大家 今天要考最後一顆了 然後 剛剛吃了三片的葡萄乾吐司 吃蠻多的 喔 你有直接 心情很差 對 這裡一半心情都有差 I'm so sorry 最真實的我 好嗎 然後 剛剛打完了一份報告 但是那個報告用手寫的 所以 我 對 下午考完試 我再來把它抄到紙上 超多 2800多個字 我會死吧 反正老師就堅持要手寫 好 然後呢 我現在要來復習 嗯 等一下 下午要考的 我一點到三點要考個體經濟學 然後 十點到一點要上西文 所以等於我上完西文 要馬上考經濟學 好恐怖喔 天啊 好我快點來複習經濟學 現在大概是八點半 對 加油 現在是西文課中場 下課時間 十一點半 然後我們的午餐就是這一餅乾 因為我沒時間吃別的 就可以 就可能上課頭吃之類的 對 然後聽說剛剛有宣布說 就是 如果打一秒有人沒去的話 就是殘季的話可以 好 預約 我要來研究一下 到底是哪一隻預約 聽說18歲以上就可以喔 搶購是不是 感覺是超難預約的 我看我還是 不知道 等到年底好了 啊 我要來吃東西囉 現在準備要考個體經濟學 一樣跟打仗一樣 給我們看一下 這邊電腦搭梯 然後計算機 計算機 計算機 這個可以看 這個也可以看 課本 我考完了 考完最後一課 然後我還剩一個報告跟一個作業 那其中一個作業我已經打好了 就我今天早上打那個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敲直上 然後 欸 就可以交 然後 還有一個報告 是到7月1號才要交 可能明天才開始做吧 統計學的報告 我崩潰 反正現在我就是等於放暑假 哇 今天是 大二的最後一天欸 有點誇張 老師說一定要用黑色的筆欸 我不知道有沒有黑色的筆 好像有欸 有這邊 他還說什麼字漂亮會加分 真的是 寫 兩千多個字要很漂亮也是很難欸 而且我字本來就超醜 很帥 我們的暑假乾淨三個月 喔 真的 兩天 我們能夠住 這兩個人 一個月 都是這樣 現在已經九點半了 然後剛剛晚上吃的是伊蘭拉麵的泡麵 超好吃 然後我剛剛終於寫完這十張紙 我抄了五個小時欸 就我先打成word檔 然後再把它弄下來 因為老實說字漂亮會加分 所以我就 因為我原本字超醜 所以我就很刻意的 就是想要好看一點 然後就寫超慢 然後手超酸 Oh my god 這邊這邊 右半邊很酸這樣 傻抱歉 然後我現在要去那個影機那邊 先把它那個 你叫什麼 掃描起來 然後馬上傳給老師 好 那個只是一個7月1號要交的統計報告了 對 下禮拜一再來做 然後 嗯 欸 今天是我大二度回天 嗯 搭了 蠻恐怖的 就是 轉到一個新的系 然後 很難交朋友 在廣告系 在我現在這個系大概才 六個朋友嗎 認識六個人 歡迎大家來認識我 真的很可悲 好 嗯 但是謝謝那個7月1號的朋友 都會陪我吃飯 嗯 嗯 雖然有時候還是要自己吃飯 不過呢 我也學會如何跟自己相處 就看 只有一次召喚也會常這樣之類的 喔 我長大了 好 總之就是一個 變化蠻多的一個 年紀 嗯 好 希望大三開學的時候 可以實體課 因為我收過 一直待在早了 我需要不同地方才能 比較專注 就是 在這裡有點不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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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抱歉 這個影片就是 有點哩哩啦啦的 就是0033的 但是就是真實的咪 好 我們下支影片會更好 沒有啦 反正就是日常嘛 好好好 Bye 掰掰